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 2月8日 星期一 緬甸 發生了 軍事政變之後 示威者一年幾天 都上街示威 支持國務資政昂山蘇姬 在主要的城市仰光示威 這次 這個規模 可以說是 2007年 翻紅花革命以來最大的 同時 緬甸也部分恢復了互聯網通訊 可以透過Facebook、Twitter Facebook 據說封了 用了Twitter和IG 用這些社交媒體號召群眾上街 也有警員 開槍鎮壓的 驅散示威者的直播片段上街 說之前記得支持二部曲 我們 訂閱我們的Patreon 還有我們的後備星期二 日報的頻道 Patreon 我們每天都會有最少有一節 就是Patreon獨家的 暫定現在都是說一些 深層政府或美國的事情 因為 Youtube不讓我們說 我們就放在Patreon 然後就是 訂閱我們的後備頻道 星期二日報 記得按LIKE 以及 點擊我們的廣告 因為我們希望 仍然是 可以用一個免費模式 給大家聽 按LIKE 按LIKE也有用 讓我們賺點廣告費 你們也是不需要付錢的情況 開支持 這次 開槍的就是東南部城市 這是一個城鎮來的 苗瓦的士 新村制服的警員持槍走向幾百個示威者 企圖驅散人群 期間就傳出幾項槍聲 示威者就信職走避了 現在暫時沒有傷亡的報告 但是未知涉及哪些槍械 但是有指警方發射是橡膠子彈 這次是美國 緬甸年日示威以來 警方首次名槍 說回 2007年的番紅花革命 番紅花的意思 其實就是僧侶 緬甸是一個佛教國家 當時 軍政府的所作所為 令到僧侶也看不過眼 要上街示威 全國有數十萬僧侶一起上街示威 令到軍方 不敢大力的鎮壓 其實當時也殺了幾千人 千幾二千人 所以 這個番紅花革命對軍方來說是一個很強烈的一個警號來的 因為 最 不問世事的和尚 都出來了 老實說 和尚 是否真的可以不問世事呢 你想想 其實很多宗教 他們打算可以逃避 但是政治 往往跟宗教 完全掛勾 你看看納粹德國 納粹德國 到了二戰的時候 教廷就去向納粹德國獻尾 對不對 所以 我們覺得 你 以為可以超脫到的東西 或者是不理政治 其實是不可能 就算你爭吏也好 你以為可以看破紅塵 是不可能的 這次 在最大城市仰光 昨天的清早清晨的八點鐘 民眾已經 以 拘摩的 敲鑊聲 開展第二天的抗爭 緬甸有傳統敲鑊就是拘摩 接著數以萬計的學生 工會成員 以及民眾穿過大街小巷 想方設法 去到被封鎖的大會堂道集會 根據YouTube 社交媒體的片段 以及現場記者描述 示威者就穿上 代表昂山所屬的全國民主聯盟的紅色衣 即是紅衣軍 手持紅氣球 或者昂山素姬的照片 或者打出三隻手指的手勢 高呼不要軍政獨裁 尊重投票結果 Hunger Game也是三隻手指的 大家有看Hunger Game 其實泰國示威也是 類似那一隻的 伸起三隻手指 大家大同小異的看東西 路徑的隊伍以及巴士 車都會享安支持 當局派了很多防暴警察和水炮車 跟香港的情況也很相似 為了鎮壓你們 香港也是 照射彰强子彈 追著人來打 不過緬甸是會殺人的 香港也會殺人 但是香港就沒有公開 37歲的示威者妙溫 當時的外電就訪問 我們會一直向前走 堅持要求 直到得到民主為止 軍事獨裁必須下台 曾經在80年代民主示威被捕的抗爭者 今年已經57歲了 他說 他們今天封了互聯網 再任由他們統治下去 接下來就是干預教育 商貿和醫療 所以大家必須這樣做 現在香港已經在做 干預教育 醫療 商貿 連上網 電話卡實名 搞網台 香港正在做的 香港其實情況比緬甸更惡劣 也有不願透露姓名的人士 這些女生和10個朋友一起同行 他說 自己關乎我們的未來 所以一定要站出來 那麼 也有 過幾百人通宵留守 支持這些被捕的議員 在東南部的城鎮 據傳 拘留全國民主聯盟的議員在一間差館外面 持續有幾百人通宵留守 青神以歌聲為在囚者打氣 第二大城市萬德勒 也有醫生和學生上街 無淡免 也有百多人的小型示威 全國都有局部的示威 癱瘓了整個禮拜之後的緬甸互聯網服務局部鬆綁 有部分恢復 傳訊率 只有 很微弱的14% 到了下午兩點就回復到五成 一批緬甸人 11點到了聯合國位於泰國曼谷的亞太經濟社會 委員會 辦公室外面集會 反對軍事政變 以及支持昂山素姬 警方說當時他們有三百人左右 泰國也是一樣 泰國的示威是沒有結束的 泰國現在還有零星的 示威場面 由於這個沒有什麼遊客 所以對遊客也沒有什麼造成影響 新聞也不會日日報 因為示威其實 是沒有停過的 現在全世界都有這方面的示威 我們相信香港真的是輻射到全世界 緬甸 政府 軍政府是會開槍殺人的 但是他看到 連香港 都搞成這樣 他們的緬甸更加要出來反抗 不過 這個令人 覺得很諷刺的就是 昂山素姬是支持 中國政府在香港的 所作所為 這個 也都是他 他認為是要委屈求全 還是要虛與威擬 要 向獨裁者下跪 為求他可以 保住他的權力 又或是未必是他的個人權力 他覺得 要作出一些妥協 爭取民主 在一個有限度的民主 療性於毛 比沒有好 像當年泛民代祝先 這個情況跟香港也是很相似的 泛民 其實是為了 可以代祝先 他們是不惜出賣盟友 昂山素姬 基本上是上一代的民主女神 香港某些 劉慧卿 有人說他是港版昂山素姬 劉慧卿跟昂山素姬一樣 不惜出賣盟友 就是當時把社民連的三子趕出去 亦都 支持 他當時也有份的 投票 通過議事規則 修改議事規則 在事務委員會把議員趕出去 當時也是針對社民連的三子 我們看到香港的泛民 為了可以在極權之下生存 其實他們是不介意出賣盟友的 而這個 支持民主的人 他們被人打壓 但是他們竟然 尤其是昂山素姬竟然會 支持中國政府在香港的所作所為 是為了中國政府繼續支持他 所以 我們看到政治是十分之骯髒的 也不是 非黑直白 我們看到很多這類的政棍 他們是為了 他可能是為了整個國家 香港 死了也不關他們的事 他們要爭取面臨民主 香港人的命也不關他們的事 香港有那麼多學生死了 跟他沒有關係 所以 他可以毫不猶疑支持 但是 如果你是站在民主來說 昂山素姬不是我們的同路人 因為他可以毫不猶疑 地出賣我們 正如 台灣 我們昨天說的 高雄市的 議員王節 就是因為支持香港 幫我們籌辦物資 被那些 藍營的全家產 小粉紅 和韓粉 追擊 說要罷免他 我們也覺得 基本上 你支持香港 跟支持台灣 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香港受得住 台灣也受得住 香港玩完 下一個就輪到台灣了 大家純齒相依的 而你竟然 是因為他支援香港 你跟中共同一鼻子出氣的 你說那些黑暴 這樣的情況下 你基本上就是一班 台奸 民主的敵人 已經不是說甚麼 大是大非的 這是一個 完全是 正邪對立的問題 所以 我們看看現在緬甸的情況 他們因為他們國內 不知道這個情況 由於 他們可能也不理會了 因為 黃山素姬 緬甸國內的形象太高貴了 他們也不會那麼有空去看外國的資訊 跟中國政府有甚麼東西丟了 最重要是緬甸人民的幸福 這個叫緬甸 有先的 Burma first 現在緬甸已經改了名字 不知叫甚麼名字 我們 其實 這件事 我們認為緬甸的社會反彈很大 因為一個地方開放了那麼久 尤其是現在是互聯網世界 很難一個軍政府突然間 可以說要軍事政變 你始終也有很多東西要放 例如互聯網 如果你想所有外資撤退 因為外資會撤僑的 整個緬甸裏面的外資 當然外資可能不算很多 可能主要是中資 但是 中國人也會心寒 突然間你就是這樣 我怎麼知道會不會突然間你說 搞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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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能不能撐住呢 有中共支撐 其實他可以撐住下去 問題就是他自己想不想撐住下去 因為 基本上 整個緬甸都要倒退回以往 80年代 90年代的 時間 過慣好日子的軍人 已經是 享受了很久了 現在好日子已經過了 國家欣欣向榮暫時 有高樓大廈 賭場 又有砸骨 又有麻辣火鍋 一下子回到80年代 未必每個人接受到 民眾也一定接受不了 所以 究竟 國內的壓力會不會大到 連緬甸軍方也會推倒呢 這個真的不敢說 我覺得 事情總有變化的 這一節 先說到這裡 接下來我們會繼續跟大家分析緬甸的局勢 拜拜